欢迎收看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小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引进入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议题的整理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去了解到真一新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去关注的议题 我们不是只有看热闹 也要去看门道 我们有YouTube的频道 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来订阅收听收看 也期待您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让我们的节目 让公库的报道可以做得更多 更好 更深入 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介绍一套漫画 这一套漫画来自清水的孩子 一共有试册 这套漫画事实上最近在台湾出版 然后其实已经有卖到其他国家的版权 而且得了非常多的有关出版的大奖 包括金曼奖 包括金鼎奖等等 这套漫画当然我们不会是因为他在得奖而来 特别介绍而是因为这套漫画在讲的是一个台湾的政治受难者 蔡坤林先生的故事 也许你曾经听过红业烧棒队 你可能听过国防广告 你可能看过网址 这样这个半月开 你看网址半月开的年龄大概就是跟我差不多的这样一个世代的人 那他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参与者或是创办者 不过除了这些企业家的身份之外 事实上他也是一位白色恐怖的受难者 那这位白色恐怖的受难者 蔡坤林其实在他的成长的历程 因为参加了这个被老师邀请去参加读书会 他可能觉得是读了几本书 结果的莫名其妙就被抓去关 而当他从监狱出来 从绿岛回来 在实际的从事一些工作 也遇到很多的挫折 或是最后甚至已经是一个 在企业里面工作了 他还会受到很多政治上面的各式各样的压力 那这套书里面其实不是只有在谈蔡坤林的 这个个人的生命史 他同时也是一套谈台湾的政治发展史的书 我们接下来就来访问今天的两位来宾 游佩云老师跟周建兴老师 游老师你好 游老师好 各位听众朋友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游老师是这本书的这个主要的脚本的写作 那目前也是在这个台东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的副教授 在那边任职 另外一位是周建兴周老师 周老师你好 游老师好 游老师好 各位大家好 我是周建兴 周老师是这本书的这个主要的绘画的这个作者 那他同时也一样在这个台东大学在念博士班 不过他其实在之前也当了很多年的这个国小的老师 所以我想一开始先请教一下这个游老师 就是先请游老师来先帮我们简介一下这本书的一些大致的内容 这试册漫画到底在谈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这套漫画呢 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就是传记型的一个就是一个人的生命故事 那我们的主角叫做蔡坤林 就是在他是在50年代的时候曾经是就是白色恐怖下的一个政治受难者 那曾经被关到就是绿岛十年 那这四册里面他是就是我们是从他的他是1930年出生 那今年他就是已经91岁92岁该这样讲 那四册就是他就是他的这从1930年代一直到2000年 2020年的这将近应该说90年或是一世纪的 他个人的生命史跟台湾的历史交错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那四册的分测的方式是从他日式期出生 然后到他就是被当时被那个就是便衣宪兵抓的 1950年的9月10号那一天是第一册 那第二册的故事呢是从他就是被抓那天之后经过审判 那之后到了绿岛去他们在所谓的新生殉岛处的那些故事 到他出狱的那一天就是1960年的9月10号那一天 他回到家里就是那边是他的第二册 那第三册的话是出狱之后他需要去找工作 那他所经历的一些事情 那就是他曾经代国漫画出版社 然后他也在60年代的中期的时候 创了台湾当时非常重要的一部杂志叫做王子 就是很多小朋友喜欢开的王子杂志 那到后来他就是说他其实在那个之前 他也就是就是台湾的那个就是开始有电视台 就是台式然后开始有广告业开始兴起 他也曾经在国华广告任职过 那就是第二次是到他就是王子杂志做到巅峰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甚至他支柱了那个在台东的红叶少帮队 然后最后就是因为天灾的关系两次台风 所以他就是就是他的所有应该是所有的成就吧 复制一句就是那些 然后再来就是第四册 就从他1970年代出来之后到就是1970年代 他又再重新散起来 一直到他后来退休 然后成就是成为人权志工 那但是这段故事等一下我想关老师也许会问 就是比较他可能在叙述上面是不一样 他处理的时间是50年 那但是上次可以这样说 就是蔡坤林前辈 他的人生交织着台湾的历史跟台湾民主化的这个过程 我看这本书的时候 应该这套漫画的时候 事实上除了是了解这个蔡坤林先生的这个生命史 生命经验之外 他事实上也是一个台湾的政治经济史 台湾的一个社会史的这个发展过程 那从我自己的这个阅读经验来讲 我其实最有感觉的应该是在第三册的部分 第三册因为我也是那个小朋友 网址读网址长大的小朋友 然后里面也提到了漫画大王 也提到了红叶哨棒队 那这个对我来讲是对于蔡先生一个比较 比较有印象的这个描述 不过我在看不同的这个不同册的时候的感受是不同 因为在看第一册的时候就看到哇一个好可爱的小孩 然后在日志时代这个成长 然后到第二册之后就突然间这个剧情急转直下 突然间跑到了这个绿岛 然后再描述他在绿岛 在这个受难在白色恐怖这个段时间的生活 然后到了第三册就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台湾的经济的发展 就是这个台湾的经济要起飞了 然后可能当时的有很多的政策或者是民营企业怎么样的发展 到了第四册就是比较近代我们对一个当代政治 或者台湾跟中国之间的一些反思一些思考 那这本书其实除了这个故事本身 有很多不同的铺陈的顺序之外 我觉得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让我最有感觉的另外一个面向 就是这本诗乌的这个不同册 其实是有非常厉害的设计 这个厉害设计我觉得大概会从它的颜色 比如说在第一册 大概就是比较是属于粉色系的这种方式 然后再来就是在谈到白色恐怖的时候 就是黑白然后再来黄色 橙色调不同的分测 然后除了这个颜色之外 也有不同的技法 我要特别谈一下在第二册的部分 第二册的部分你会看到几乎全部都是黑的 然后到了后来慢慢出现 只要出现跟海洋有关的东西 它可能就会变成是蓝色 然后到了最后就会看到 它是黑色跟这个蓝色在交错 并成的这样一个过程 我觉得这是这本漫画除了故事情节 让人家很有感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它在整体的设计 是很有它的美学 或是它是非常具有电影感的一套的漫画书 所以我想要请教这个周老师 就是当时你怎么样去设计 在用不同的颜色作为这个不同册漫画的基调 然后在技法上面有什么样的不同 因为看起来在每一本的每一册的计法计法上面 都有一些不一样的调整 这个是希望透过去反映它的不同的人生经验吗 因为当初我接到这个计划要制作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开会的过程里面 我大概了解整个编剧的过程 需要把它分成试册来完成 那试册其实要用蔡坤林前辈的人生四个阶段去做划分 那我那时候在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漫画这个题材 这个媒材怎么去做即时漫画这样的一个 特质呈现的时候怎么去符合那个时代氛围 或者是主角的生命的不同阶段的变化 因为我们知道我做漫画 我可能就是同一个技法从头创作到尾 我只要去把他的故事表现出来就好 可是因为我自己在做艺术这一块的时间很长 所以我知道在我们做图像表现的时候 不管是线条或者是色彩 然后空间架构或者布局 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读者在看的时候的心理感受 所以我在处理这四册的时候 希望能够去运用不管是技法表现 像第一册是用比较铅笔的线条 去接近日志时期的那种比较扑着的 或者是有点年代久远的感觉 然后第二册用的是比较类似 有点像板画刻印的效果 因为那个效果会让整个画面感觉阅读上面会更艰困一点 没有那么的流利 然后有一种你要花好像花很多时间去制作那种效果 去符合绿岛那十年就是被关进的那种心理感受 然后第三册用的是比较去接近 因为第三册讲的其实是蔡前辈他的跟漫画很有关系的一个奋斗的历史 所以就用了那个年代很常用的古侠漫画会用的莫名的情形式 然后加上了那时候因为日本漫画到台湾很多的引进 然后所以用了网点这个漫画常常看到的效果 那第四册就比较接近当代了 所以就会用了比较多拼贴的方式 可能会有照片 或者是把前三册的技法全部融合在一起的方式去玩 那在色彩上面当然就是更可以看到 就是第一册是粉色调的 比较童年的 然后第二册那个蓝色就是它在某一些很重要的时刻 甚至有代表意义的时候它才会出现 那有时候它可能是 我希望在读者在阅读的过程里面 透过这些不管是技法或者甚至色彩的运用 能够去更深入感受那个时代或者是那个人物的心境 这是我在设计这四册的时候希望能够达到的效果 嗯哼 这么我其实在做这一集的节目的时候 除了看这套漫画之外 其实我也去找了这个蔡坤林的这个电视的访谈 还包括他的这个自传 或者他口述史来看 我觉得我说实在我看完之后 我真的觉得这套漫画是最能够让我产生很大的共鸣 这一部分是这个陈述的方式 另外一部分当然就是在这个美学的部分 让我很容易进入到这个蔡前辈 蔡先生的这个生命世界当中 我想要再请教尤老师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白色恐怖 或是在台湾的政治受难者是非常非常的多 那为什么会特别选择这个蔡先生 来作为这一本书的这个主角 因为蔡先生其实在接受其他媒体访谈的时候 也曾经说 他其实一开始是不是那么愿意 因为他觉得他会涉及到一些政治上面的一些问题 或者是他甚至会很谦虚的说 他的人生是失败的 然后牵连到很多很多的朋友 而且比他优秀的这个难友还非常非常的多 那最后为什么会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蔡坤林 然后最后怎么去说服这个蔡坤林 来成为这部漫画的主角呢 谢谢管老师给我这个机会来说这个始末 应该说我怎么去选择 蔡坤林前辈作为一个就是这套漫画角色 与其这样说还不如说是蔡坤林前辈来找我 应该这样说 就是刚好我在我的生命历程中 其实我虽然是就是说应该说我父母亲都是 日治时期都就是就是他们都是在台湾 就是就是就不是所谓的外省人 OK就是说是所谓的外省人 那但是我的周边并没有政治受难者 或者我的亲戚朋友里面 所以蔡坤林前辈算是我第一位遇到的 非常正式遇到的一位就是政治受难者 那这是在2016年的时候 就是台东大学当时我在儿童学研究所 我们承办了一个就是白色恐怖时期的 政治受难者的遗书展的一个那个展览 就是我们承办的那个展览 那在开幕的当天遇到了蔡坤林前辈 那那一天给我的感受就是非常的强烈 当然就像管老师一样就做主持人 所以必须要去查一些资料 那就是我当然就是从儿童文学的角度知道 他曾经是60年代创办王子杂志的一个创办人 那之外就是他是政治受难者 但是对一般对这个政治方面 或者说对这一块如果不是非常有很熟悉的人的话 其实我们都是比较是浮面表面上知道 那当然当天他说了他的经历他的故事 那这也是在第四册里面稍微有提到 就是当天在吃饭的时候他唱了一首歌 那那其实就是让我觉得这个反差非常的大 就是在他讲故事的时候 其实是我当时是一面拿着手帕 一面插眼泪 可是他同时有非常纯真非常美好的 就是非常温文儒雅 然后让人觉得如木春风那样的一位长子 在你身边 那会觉得很奇异 就是说他经历了这么多苦难的事情 那如何到今天他愿意又站出来讲这个故事 就是那个心境的转折是什么 就很想知道 那再来就是其实刚刚管老师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第三册 这是这是这真的是那个 那叫什么 就是我们其实都没有讲的部分 就是我其实在隔年2017年的时候 就是在一个场合遇到蔡前辈 那那是就是在台东 就是台东大学跟就是当时还是绿岛人权园区 就是要做一个就是合作备忘录吧 就是这样子一个签约的场合 那蔡前辈也被请来 那因为我当时也是就是行政主管 所以我在现场 那就当时那个有一个台东的记者 就在吃饭的场合 就问蔡前辈当年他如何就是 就赞助红烟烧帮队到台北去比赛的那个过程 那我其实是坐在旁边吃饭而已 可是我就听到他非常具细迷的描述 我觉得我就在看一场电影 包括他就是怎么就是在 就是这是在第三次里面描述到 他跟他太太去就是西门町看电影的时候 他就是非常巧的在个冰果店里面 看到一张报纸里头的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 一个小小的报道说 这个红烟烧帮队因为没有钱 所以没法去台北 所以他跟他太太就马上 他就马上说他不要看电影 他要去去王子杂志社去开会 他要决定帮助他们 但是所有人都反对 就是那个具细迷的过程 让我觉得我就在看一部电影 那那个电影就是有画面 而且让我觉得很感动 所以其实我很想写的 一开始我很想写的是 王子杂志的这一群人 怎么去帮助红烟烧帮这个故事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 就是我当时有个起心动意 为什么这个故事 我从来不知道 当然我也是跟关老师 差不多年代的人 所以当年就是我们就 就是晚上看那个什么 就是三贯网啊或者是 威廉波特的比赛 然后就是在街头巷 我们就整天在打棒球啊 就是那个时代到底是什么 那所以我其实很想很想 做这件事情 可是后来就发现说 哇这个蔡前辈的故事 非常的多 那刚好又遇到了 这个漫画这个梅菜 所以当时 就像关老师刚刚提到 就说其实蔡前辈 就是在我在2018年 正式访谈他之前 已经有一部口述历史 那还有就是 比较是传记式的小说 就是他也正在进行当中 那时候是正在进行当中 然后也有白色王子嘛 就是也是个纪录片 类似纪录片的电影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跟其他政治受难者 一起的访谈 就是其实应该说 他在各方面的媒介上 因为他愿意参与 所以他其实有蛮多这样的东西 所以当我在提出 希望能够 请他当漫画的主角的时候 他其实一开始是拒绝的确 那当时我就是 就是第一个就是 我觉得漫画这个媒介 他其实是比较亲民的 会特别是对于一个 可能对政治比较冷感 或是说对某个时代 就是对那个时代比较不清楚 或者说比较年轻的度子来讲 他是一个比较容易亲近的媒介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说服他 就是说我会除了他个人的故事以外 他在乎的人在乎的事情 我会让他在里面 那这个是一个 当时我说服他的方式 我觉得看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真的不是只有在看 这个蔡前辈的这个个人史 他也不是只有在看 这个台湾的政治经济发展 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的成长历程当中 遭遇到的一些人 不管是在绿岛 或者是在国华广告 或者在网址杂志 或者是在他后来 这个参与台湾的这种 这个比较像太阳花运动 等等的这个历程 其实你都会看得到 这些人都非常深刻的描述 然后也深刻的在他旁边 是活灵活现的 所以他也是某种的 在台湾的历史的一个 简洁式的这种预览 刚刚谈到跟蔡前辈接触的经验 事实上也让我自己想到 我事实上在比较所谓的 比较本土意识的开启的原因之一 就是因为我在念大学的时候 曾经办过这个228事件 受难者的这个展览 那当时我其实是跟着一个杂志 是到处去 去做一些推广 然后再推广228的受难者的书 然后那个过程当中 也接触到好多的228的受难者 包括像软美书这些人 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 有时候很难讲 就是有一些创作出来 或是有一些作品出来 跟一个人的偶然的生命经验 事实上是非常非常有关的 那当然这里可以看到 这是蔡前辈本身的一种 所谓的生命的历程 但是我刚刚谈到了 在台湾这本书不只是他个人的生命历程 他事实上也是一个整体的台湾的近代史 所以我觉得在处理这本书的时候 你会发现 如果你从第三册往前看 你就会觉得 原来这个所谓的成功的企业家 或者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作者 他背后就有这么复杂的历程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历史是如何 作用在这个人的身上 但是其实这本书 这套漫画也在处理一件事情 就是作者怎么样去跟社会 跟历史环境在进行对话 所以在过去台湾 比较少看到这类型的作品 那我不晓得这个 尤老师或者是周老师 你们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 怎么去处理这样的一种 不同的一个小历史跟大历史之间的一些对话 在写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又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对就是这个问题也是很好 就是我觉得就是 管老师其实读到很深的东西 就是我们其实想要 借由一个个人的生命史 然后带出整个大的 就是大的历史 那这里头就必须要有一些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很在乎的 就是读者 就是其实前面有个读 就是读者怎么去理解 那读者是不是譬如说 我们其实不希望用太多说明式的方式 或是说太多 就是好像我们就是用 尽量是用故事有情节的方式来带它 那所以就是 譬如说我必须要去找到一些 就是切点 他比如说一开始的 第一次的一开始是 1935年的4月21号的 那个当时的大地震 那这个这是实际上 他就是我在访谈的过程中 听到就是地震那天 他们家去扫墓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场 因为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同时能够带出他们全家人的一个事件 就是我现在一个故事 在读一本故事的开头的时候 我知道这个人的他的家境是如何 然后他的家庭的成员是如何 同时把一个时代的环境 那他所在的那个地点带出来 那可能没有比这个地震更好的 那他同时是对日治时期的台湾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世界 应该说一个很重要的天灾 那当时的死伤也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觉得这是 譬如说那可是我没有办法 可能没有办法每一个地方都找到 这样子的一个连结 所以有些部分可能就需要借由不同的方式去带出 譬如说可能在第四册里面 当然我们里头会出现那个李明勇诗人 那当然李明勇诗人 他就是我在跟蔡前辈谈话 刚刚我听到跟李明勇诗人有关的事情 那因为李明勇先生在 他当时在就是国泰企业里下面 他们曾经是同事 然后他曾经给他看过那个 就是长老教会的台湾独立宣言 就是这件事情是他给的 那当然后来我去就是 在另外再去访谈李明勇先生 然后再请问一下那个当时的状况 然后再就是根据那些状况 其实这个部分 譬如说我们想要带出那个中正经验堂 就是讲中正过世之后的 那个台湾的发展 那我们没有办法用什么样的方式 那刚好他们在那个时期认识 所以我们让他们对话 就说这个东西当然是设计出来 就是不是事实上不是这个东西 但是他们的确也会去谈到 譬如说也会谈到当时的时事 找到一些关键的事件来做菜街 对对那这些东西你没有办法去 就是譬如说因为蔡前面 当然前面他曾经是50年代 甚至受难扯 可是后面的话 他可能是间接受到影响 但是我们必须要带出大环境的 大历史的时候 他必须要经由跟什么样 很关键性人物的对话 那这时候我们要去找到 那当然在第四车里面 他有一个很重要扮演的角色 就是他的太太 所以说他们可能私底下 在谈一些什么事情 那这些东西可能 不可能是在房台里面出现 他跟他当时讲的是 他当时想了什么事情 也是这些小的事情 就是在漫画里面的表现 我们不可能就是他一个人在想事情 他需要有对话 需要有事件来做成 对 里面的对话其实非常的多 包括特别是刚刚有老师提到 我很建议大家真的要找这本书来看 就是里面有很多的关键的人物 他透过这个对话的过程当中 不仅是呈现了当时的事件 也把当时的场景是整个描述出来 那说到对话 其实我也很喜欢 应该是第三车后面 他跟他父亲的那一段 这个对话 那个画风事实上 看的是会让人家感动流泪的 就是很少看到图画 然后你会看到 哇这个亲子之间 然后这个亲子之间是一个面对的 大历史的某种的对个人的思念 对于大历史的某种的回应的那个过程 那这个待会也许有机会 也许再请教周老师 那但是我们中间可能要先休息一下 就是我接下来请下半段的时间 要再想要来跟大家讨论的是另外一个面向 就是这本书其实某种程度上面 虽然是一个个人历史 也在谈台台湾的历史 可是说实在的 他可能对很多人来讲 他是一个政治漫画 那政治的议题不管是228 或是白色恐怖症里面提到的议题 在台湾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观点跟看法 你们怎么去面对 这些不同的观点跟看法 这是一个在创作上面的问题吗 或者他其实不是任何的问题 我们先休息一下 如果描绘出来这些故事 这个真相的话 让这个民主师傅 这个国主义 会给我们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中祥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营 进入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议题的整理 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去了解到一些争议性时间 背后值得我们再去关注的一些议题 那我们的经费是由公众来捐款支持 也欢迎大家透过 这种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当然我们更欢迎来帮我们分享 你所听到所看到的这个节目内容 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介绍一套好书 这一套漫画是来自清水的孩子 这本书在谈的是台湾的政治受难者 蔡坤林的故事 但是他不是只有在谈他自己的生命史 而是在整台谈整个台湾的政治经济 或者是一个威权到民主化的这样一个历程 今天在节目的现场跟我们聊天的是 这本书的两位作者 一个是游佩云 游老师 游老师你好 游老师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周建信 周老师 周老师好 大家好 我想我们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 也大概谈了这本书的内容 以及这个创作的过程 那我们在最后上段的最后也提到 事实上这本书在 不是在处理这个蔡坤林的生命史 他事实上也在谈的是台湾的政治史 特别是里头提到的228事件 里头谈到了白色恐怖 而蔡坤林本身也是一位白色恐怖的受难者 但是说实在的这个议题在台湾 就会有不同的意见 因为有历史他就会有史观 那这个史观当然就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那我不晓得这个在不管是游老师 或者周老师也好 你们在处理这个议题的时候 这个是你们在考量的部分吗 或者是你怎么样去 如果真的有人有一些不同意见的话 你们会怎么样去回应 或是思考这个问题 我想刚刚就是管老师提到 那个史观的问题 那有一个东西就是我想 可能我们自己的制作团队里面 我们自己没有就是不同史观的问题 这是一个就是可能是一个前提吧 那再来一个就是在譬如说 其实我自己个人并没有希望就是大家 当然把它当作是一刚就是可能管老师提到 就是他可能是一个很政治的东西 那当然我觉得所有事情都无法脱离政治这件事情 对只是说我还希望把它当作是一个 应该说有血有肉的人吧 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的生命史这件事情 他是在这个政治的 或是我们无法脱离时代的这个政治的漩涡 这件事情 那所以我试图去就是去从生活的 一开始生活的小事 或者说他的日常生活 会看到他是有家庭的 有父母亲的 有兄弟的 有情感的 有就是他就是单恋的过程 他好不容易就是找到对象结婚 就是这个 他爱情故事 对爱情故事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蛮喜欢 我觉得整个四册看起来 也许他就就是一个爱情故事吧 就特别是最后的ending 你看 所以就是他跟我们一样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那至于说你要用什么样不同的观点去看他 我觉得我自己个人当然就说我是本省人 那我在我的博士研究里面 也做了日本殖民时期的研究 所以就说这个历史对我来讲 就是尽量 其实我们在前三册里面尽量朝的是一个 有点像是比较是长镜头的影片吧 他其实没有很多的close up 没有很多的特写镜头 没有很多的那种让你觉得很悲痛的东西 就尽量用一个比较持平的语调 然后也没有用所谓控诉的东西 我们就是把实事上发生的事情 就是用比较就是 应该说比较内敛的方式呈现他 那到了第四册 因为是比较用不同的方式去试 所以会有蔡昆廷前辈面对他到底要不要 就是说出他过去的经历这件事情的挣扎 或是说他对于过去 他睡在他旁边最好的难友 这样无辜的 就后来很 就是无辜的后来被处事这件事情的 不管是懊悔也好 或者是他想要为他讨回公道的这个心情 就是那个部分是比较强烈 那就是这个部分 就是跟我们希望说 至少在整个陈述的过程中 我们尽量留给读者 如果你愿意进来阅读的话 留给读者 自己去思考的空间 所以我并没有很push这件事情 甚至我们的来自清水的孩子 我在做这个作品的命名的时候 我也尽量让他是中性的 我想想即使是 就像尤老师刚刚提到 所谓的政治不可能离开我们的日常生活 我们谈历史是不可能不谈政治 当然在这本书里面 他也不会去刻意的去 我觉得其实相当持平的是一种 比较客观性的中性的描述 就是在我们已经既有的史实上面 我们去做呈现 而不是就是你刚刚提到 不会去特别的去强调那个悲伤 或者是那个压迫那个冲突 在里面我也看到一个 应该是巧思吧 还是一个有趣的状况 就是有一些五脸男的出现 所以五脸男就是 例如说可能包括警察 包括这个狱卒 或者是一些官员 他事实上是没有很清晰的面貌的 这个是你们特意的去设计吗 因为我们一开始在会议的时候 在讨论的时候 我们的例如说我们想要切入 或我们的角度 想要去抓一个比较可以提供给读者 自己去思考的空间 而不是由我们直接来表示出 那一个事件的正是好或不好 这件事情 所以在人物的设定上面 我也觉得就人这件事情来说 他没有绝对的好跟坏事情 那我们知道很多的漫画在处理人物的时候 很容易把不同立场的 或者是我们设定在比较正邪两方的人物设定的造型上面 会写的这方会把它画得比较脏头鼠目 或者是比较邪恶的感觉 但我觉得真实的人生并不是这样子的 很多的人的外在的样貌 跟他做出来的事情其实不会画上等号的 所以我正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也许 例如说警察好了 警察他只是一个职业或者是一个工作 或者是一个符号 可是在这个符号底下 他其实可能会牵涉到他 他有个人的部分 就是他有权利的或者是国家的公权力 这个东西赋予他的一些运作在里面产生 那我不觉得我需要用一个 好像他是一个绝对的恶的形象去画他 但是他又代表了某一种权利在后面 所以我在设计的时候 我觉得我运用各种不同 例如说没有脸部的 或者是用阴影的方式 就是一个影子的方式 你只看到他的服装的外形 你知道他是警察 你知道他是一个行使光权力的人 但是你不知道他到底是谁 所以他到底是谁 或者是他代表到底是什么 这件事情就是 我希望是留给毒舍自己去思考的 对 那这个其实是我在设定这些 所谓的无脸的这些人物的时候 去做的一些思考的面向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 就是这些人 当然从某个角度 他可能是被认为是坏人 但是他有他在体制上面的某种的限制 所以他也许不是 他个体可能有一些状况 或者他可能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个体的问题 他背后是更大的那个制度 要去思考要去讨论 要去批判的这个部分 那当然这些人的形象里面 相对之下是一个比较模糊的 可是我也察觉到在里头有很多的历史场景 特别是在每一侧的后面都有一些延伸阅读 那这延伸阅读事实上也把那个历史场景 是做得更清楚更清晰的描述 可是这些场景 两位老师也未必都真的有去参与 或者是真的有去接触过 怎么样让这样一套的漫画 这一套的纪实漫画 既然谈到纪实 那当然对场景的部分 不管是空间建筑 或是当时的情境 都应该有尽可能的贴近 你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去贴近 那个当时的历史的场景呢 对 就是在小本的这个就是创作上面 就是我会考量到就是他需要 就是他现在画面是什么 所以比如说那个如果出现的是 他当时的清水幼儿园 那幼儿园长什么样子 我可能会先去看一下 就是历史照片 那当然现在就是 大部分是网络搜寻 那也有些是书本 有些是就是应该是类似图像集 那当然也从蔡库宁前辈那边 借到他自己个人的就是照片 那还有他的书信 那另外还有一些就是纪录片吧 就是现在就是负责的纪录片里面 找到场景 譬如说像清水神社 那就是我这边会尽量 把我找到东西就是附上去 可以就是建讯这边会画做参考 建讯那边也会就是他也会 当他需要不同的景物的话 他也会继续去找 然后他还会自己想象自己是一只鸟之类的 飞到那个不同的角度去看那个建筑物 对 因为蔡 需要很多的想象力 可能也要更多的真实的感受 然后我相信也花了很多的时间 我觉得因为老师他提供的 比如说是脚本 那他也提供了很多的照片 跟就是连结 就影像的连结 那这个其实帮助我在做图像的建构上面 其实是很很大的 因为他毕竟是跟比较偏即时类型的漫画 所以我必须要去把他能够事件发生的那个位置 空间或者是那个建物去找出来 那个其实是对读者在阅读上会比较能够进入到那个时空去的 所以我能找能做网路上找的 或能够从书上的摄影机啊 这些去找都尽量找 那去补充 因为有时候那个照片他我看到的就是平面的 那我我在构图上面 如果每张都是这样处理 就会很在画面上的空间感 其实就很扁 所以有时候我必须看着那个平面的照片 然后去思考 如果我变成空拍机的时候 他的结构应该会变什么样子的 怎么去做出他的立体感 那个其实是怎么在画面的构成上面 会要去花点心思去思考的 然后再来是 有一些场景空间 虽然他现在已经改变了 但是我还是可以的话 我是尽量就去走一下 那像清水老街的现况什么 当我到那个空间之后 跟我在设计那个人物的走路的过程 什么方向感 这件事情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我会知道他大概就是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 那个距离 然后环境的感受是什么 这件事情 比如说山在什么位置 然后那个18坎在什么位置 那我去了之后我就会很清晰 然后像是绿岛的那个 绿岛那个新生训练所 新生训导处这件事情 那个其实是在我大学的时候我就去过了 那其实是我开启我对于台湾历史的一个头 因为我以前大概没什么接触 但是因为到了那个地方那个空间去那刚好遇到一个展览是在讲一些 228受难者或者是白色恐怖的一些受难者他们的影像记录 他们的访谈的时候 你看到了突然发现原来台湾发生过这件事情 所以在那个空间里面的我的感受跟我在画第二册的时候 我很能应该说我把自己置入到同样一个空间里面去感受说 我知道我从这个地方海在那一边台湾在那个方向 然后后面是山 当我在我在创作的时候 我比较容易去理解人物在这个环境里面生活 每天的生活的样态是什么 这个其实是我在做的时候影像的 或者是我能够到那个场景里面去走一趟的 这是我会事先做的一些功课 我真的非常推荐这一套书 就是我这套书的制作过程 这样听起来是非常非常认真 因为他真的认真程度不下于这个学术研究 但是他绝对没有学术研究 感觉起来好像很硬 好像很枯燥没有 他这本书很好看 但是你会发现他用了大量的访谈 文献的调查或者是田野的调查 田野的观察来完成的这一套书 我觉得这事实上是非常有趣的这一本书 所以我们虽然在这里面一直在谈 这里头的一些元素 可是真正要去感受到这本书的厉害 或者是好看 真的要是我们的观众朋友 听众朋友真的要去找这本书 这套书去买这套书来去阅读 但是我接下来还是要从这本书里面的元素 来继续跟两位讨论 我也发现这本书除了我们刚刚谈到那些画风 那些历史的场景之外 还有一个蛮有趣的就是诗跟歌 就是这种歌 我们知道蔡坤林是一个 本身是一个创作者 也是一个创意人 所以他的这个知识涵养很高 然后在过去也喜欢读 这个大量的哲学的书 那他其实在这本这一套的漫画当中 你会看到在很多的场景当中 都会用诗歌来做某种的创接 不管是对于当事者的心境的描述 或是情节的转折 我觉得这些的设计都让人有很多的共鸣 那当时是怎么样去设计 把这些诗或歌的元素 是设计在这套漫画当中 来成为一个重要的一种角色呢 就是其实蔡前辈他就是因为很爱唱歌 这是也是就是在圈内有名的啦 那所以他可能在很多的场合 就是他现在跟就是另外一位 就是马来西亚乔生在70年代的受难者 陈青生前辈常常一起就是出任务 就是他们一起去一些场合 就是特别是跟人权教育有关的场合 那他可能他们两个可能都会唱歌 那我觉得唱歌这件事情 后来就是有一位叫艾文的创作者 也帮特别当蔡前辈出了一个 就是CD专辑 真的是他唱的歌 对 那就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找看 那就是其实这部作品当中 我们用了不同的语言来呈现 就是有日语 然后就是台语 法语 还有英语 对 还有讲的非常憋角的英语等等 就是我们就是做了 尽量就是把就是台湾的这个 因为不同的政策 然后不同的这个时代的语言杂漏 这个现象能够放到书里面来 那其实在这件事情也跟我们就是在选 就是就是诗歌其实是有关系 但是蔡前辈本人本身很喜欢诗很喜欢唱歌 所以他也会在就是不同的就是所以有不同语言的歌曲 对 所以这些歌曲其实也反映了时代 刚刚图了就是管老师提到了就是他的书方他的心情之外 他真的是会唱歌就是这个是如果是以技术来讲 他就是真的是站在那个绿岛的那个山上去放羊的时候 在同时在唱歌这样子 藉由抒发他自己的心情 但是就是唱歌这件事情也应该说拯救了他吧 比如说他们在狱中 他们也会在狱中的时候 当有人要清晨要被点名出去枪毙的时候 他们唱歌送他 所以这个东西当里面的歌词其实都是很有力量 那他也很代表那个时代的精神 这样子 这些歌不只是代表这个时代的精神 或是在里面的一个串接 事实上歌的本身就有非常多的故事 而这些故事其实在这本书里面也有非常深刻的描述 那在这里面我们我想要再继续请教两位的一些问题 就是比较偏向你们个人 就是我们知道周老师其实在过去在小学任教 其实也画了很多的有很多的作品 这作品大部分比较是一种所谓的绘本 然后看起来比较是跟这个所谓的孩童 或者是跟某种人生的哲学是有一些关联性的 那但是这一本这一套书事实上当然也会涉及到人生的哲学 可是它涉及到更复杂的政治问题 或者个人的生命史 你在创作这一套书的时候 跟你过去在创作那些比较偏效于绘本的这些读物 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应该是阅读对象 这件事情 因为我在做绘本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会设定 例如说我画的这本是给国小阶段的小朋友 或者是给国中的阶段小朋友 或者是我不想限制年龄这件事情 我希望小朋友大人都可以看 那在设定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会影响到你的整个绘画的呈现 就是你怎么说故事 你的画面的构图 或者什么 这个怎么去让这个年龄层 你预设这个年龄层的人 看的时候是能够比较容易接受的 这是我们在做这种图像类型的社会思考的事情 那来自清水的孩子 因为我们当初设定希望他是高年级以上的大朋友 能够接收的漫画类型 所以在做这样子一个设定的时候 我觉得它跟我在做绘本的时候很大的不同 而且它又是一个漫画 就是绘本跟漫画的处理手法又有点不同 绘本它毕竟是单幅单幅的完整的图像 可是漫画它必须做很多的分割这件事情 所以我第一次处理这么庞杂的议题 又要用漫画的方式来处理的时候 的确是用了很多自己 曾经的就是我曾经看过的漫画的方式 在处理这些概念 这件作品 所以对我来说 其实那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事情 就是我当初接它的时候 我很想要做长的 因为绘本它毕竟它的叙事比较短一点 可能32页它就结束了 可是这套漫画总共加起来大概600多页 所以在那么长的叙事里面 怎么去用图像来呈现 对我来说 我在绘本到后面的时候 其实会很想要挑战 这样的长的叙事的结构的作品 所以那时候我其实就一口答应说 好我愿意接这样的企划 所以对我来说 其实在那样的过程里面还蛮有趣的 就是我每感觉像是你好像每完成一点什么 你就会跨过一个坎 然后又获得一些什么 所以虽然它跟绘本的创作形式很不同 可是给我的成就感都还蛮大的 对 我觉得蛮厉害 这是你第一次画这一种比较连续性的 又是这种大的漫画 然后就获奖无数 对就是这本书其实两位也得到了金曼奖的最佳新人 漫画新人奖 然后其实也得到了台北书展的大奖 儿童奖跟青少年奖 还有金鼎奖等等 然后也出售日文法文阿拉伯的国际版权 我觉得真的是很猛很厉害 就是没想到这是第一次画 然后第一次画就可以有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奖励的这种肯定 那我在看这套书的时候 跟我刚刚谈到说 我其实也看了这个蔡坤林先生的一些 这些访谈 或是口述史 或者是他的一些自传的部分 但是我觉得看完之后有很大的感受 不同一部分是来自于这是一个漫画 然后他的呈现方式不同之外 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大不同 就是我在这里面看到的游老师 所以游老师在其他的这些文本 文类里面是没有 而且这里面的游老师是当时是短头发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设计 就是为什么你会在这个作品里面去献身 然后这个献身的出现的这个目的 或者这个情节的安排 是想要反映出什么样的一种心情的感受吗 那我其实也很喜欢问一些创作者 就是你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这本书对自己的意义是什么 对自己有什么样的反思呢 OK好谢谢 管老师提这个是非常重大的问题 就是其实我是万般不愿意的 但是我还是 就是我觉得为了作品 是为了他成为一个好的作品 最后就是让所谓的尤佩云现身 那我觉得其实蔡坤林前面自己也说 那个就是我 周建兴跟尤佩云创作的蔡坤林 所以不是他 OK 那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们一开始 就是在做规划四册的时候 第三册是到90年 然后再来就是后面的30年 就是90到90到20 就是大概是最后是这样子 但是其实我觉得那是刚开始的规划 但是随着走 就是刚刚管老师也提到第三册很喜欢 就是我们对于那个漫画 还有对于那个红叶绍棒那个部分 就是还有当时他们其实是在很艰昏的环境之内 我觉得你很难想象 现在台湾的环境里面 譬如说就是王子杂志一开始是印两万本 那他们即盛期甚至到四万本 对不对 我们现在出书的人就很难想象 对很难想象 但是他们如何去做出来 那在那么你就说资源这么少的状况之下 怎么客难去做 那甚至一开始可能四五个人 到后来他们隔年就70多个人的那个员工 甚至是一条龙从印刷厂开始 那我觉得这里头有好多故事 包含他几乎收了六七个 就是从绿岛回来的人 那常常一天到晚都有警察来就是做骚扰这样子 然后去他们家翻东西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不能一笔带过 那或者是我们在做一些铺陈的时候 他需要一些业数 所以到后来我们写到后面就说 好就在这边结束了 所以糟糕那只有十年 就1970 所以后面就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70到2020 50年如何用一策的方式来讲它 那当然一开始我们也试着 我就试着挑出可能15个重大事件 可能在50年当中 可是发现它是一个 对一个作品来讲 它其实它的tempo会不一样 跳进的方式也会不一样 跟我们前面的韵律会不一样 所以它势必要用不同的叙事方式来表现 所以这不是我们应该的规划 就老实讲就是这样子 那当然我们讨论了各种形式 最后就是 好那我忘了是谁说 因为我们这里头就是有 就是总编 这周年说要老师上去 好那我们就试试看 那所以也许 其实我在写脚本 我每个脚本都是 每一个chopter都有命名 虽然我们在书的呈现上 并没有chopter 那我这个chopter就是上面就说 我为什么要开始发挥在柯林前辈 这是第四册的一开始 就是所以 那刚好我们这套书 我们其实刚刚有提到 就是我们一开始在起行冬天上 我们希望留给读者最大的空间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是一套 完全没有序言也没有后语 就是没有序言也没有后语 没有任何什么推荐化 就是任何作品之外的东西 其实都没有在书上面 那也许第四册 我想也许第四册 就是可以让我们做这套作品的出行 还有一些就是可以让蔡前辈的 就是面孔更清晰一点的方式 那么这就是一个 譬如说用访谈的方式 那我们就比较容易去做一个时代的调节 那这个是在做一个 就是以作品来看 那另外一个 我们当然如果说 从我自己个人学术研究的一个角度来看 我也会觉得说 其实我这边就是自我揭露了说 就是所有的历史 其实都是一种在线嘛 那在线的时候 我们做了什么样的选择 用什么样的 刚刚提到 不管是什么样的史观 什么样的观点 其实这里头 都有人为的因素 人为的主观在里面 所以就是让大家看到 反正是经由访谈 然后经由这个 就是这样子的截取 结构 这样的东西 所形成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然后另外也可以把 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要做这套作品 那我自己的想法跟反省 不是反省吗 就是想法当也能够借由 不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就是透露 稍微透露在这个作品当中 这套号说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 就是就像我们刚刚谈到了 整个的这个蔡坤林的历史 或是台湾的这个发展史 都在这里都有非常深刻的描述 不管他的情节也好 或是他的绘画也好 都是非常值得推荐的一套好书 那今天节目的关系 时间的关系 就我们的访谈 就必须到这边先告一个段落 但是我要再次的推荐这本书 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 真的要去把这本书找来看 然后我也希望以后 有机会再访问两位老师 不管是在绘画 或者是在额头文学的部分 因为我也知道 这个有老师有研究宫崎骏 对所以我也想要 有机会的话聊聊宫崎骏 然后非常谢谢两位来上我们的节目 我们下一次有机会 再跟你分享 再跟你聊天 我们下次再会 谢谢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